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幅之最 美元对日元的涨幅主要是受日本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货币刺激政策的影响 上周末安倍在参议院大胜之后随即宣布拟推行十万亿日元的新刺激政策 并考虑四年获首次发行国债 法兴的策略师JJax表示 随着日本投资者纷纷外出寻求较高利率 日本正在走后退的道路 并且在未来的短期内还将继续走下去 另外随着英国新首相的确定和避险情绪的减弱 日元也随即走弱 但日元今年已经累计上涨15% 造成日本的制造业下滑严重 周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Bullet表示 依旧支持美联储今年将近一次加息的预期 5月的Jox职位空缺量为550万 创全年最低水平 HSBC的美国经济学家Ryan Wang表示 虽然职位空缺出现下降 但仍没跌出平均水平 而Jeffries Group的Thomas Simons 依旧认为前景较为乐观 ACY希望国际认为美元对日元短期内下跌空间有限 目前日元已经升至日本经济难以承受的位置 日央行急于使日元贬值而未得到美国的同意 但本次博南克访日意味着日本新一轮刺激政策已经得到认可 同时英国政局得以稳定 意大利银行风险稍有减缓 市场避险情绪回落 根据美元对日元的四小时走势图可以看出 ICI强弱指标在77左右 是强势买方市场CCI为112附近 当前的价格位于周线移动平均线101.81以上 并沿布林带上轨线 交易者可以采取突破阻力位做多的策略 近期低支撑位104.02 第二支撑位103.40 低阻力位104.97 第二阻力位105.62 7月13日至7月14日重点关注 7月13日北京时间20点30分 美国6月进口物价指数年率 7月14日北京时间20点30分 美国6月生产者物价指数年率 感谢您收看今日的市场分析 如有一万 欢迎通过一下方式联系